今天是2022年1月20日 知不知代表什麼 是呀就是太陽座入水瓶啦 啊不是呀是太陽入水瓶座啦 首先在這裡祝福各位太陽水瓶座的朋友生日快樂 或者生月快樂HAPPY BIRTH MONTH 好 不過呢 賀鬧夜 在現在水星逆行在水瓶座 再加上你們的生日 真是多了你們不少了 你知不知是為全球的人類 帶來多少的禍患和不變 哼 真的好鬧 哈哈 其實我是說笑的 哈哈 但其實 不是啦我是說真的 所以喏 在我要待會批評這個 嗯 太陽入水瓶座的聲像之前 不過我又首先呢 想去分享一段 非常之美妙的 嗯 就是經驗啦 是發生在我和一個客人之間 我覺得整件事是非常之有緣分 很美妙 才想去做一個開心分享 好 好啦 其實本來這段時間很迷惘 想著找一些 占卜啊 明理啊 那樣的 剛巧都在海濱撞到你 那我就覺得應該是上天的指示 哈哈 那就馬上找你了 那我就 其實本來就想說開星盤那些 但是 是 據聞是有排排的嘛 但是我這陣子就心亂了 那我就想是否占卜就快點呢 那 我的問題呢就是 其實 呃 想看一下現在份工 那個 大家說整件事是不是很神奇 很美妙 哈哈 因為真的 好像有些 心有靈犀 吸引力發生 客人剛巧就 想找這些占卜算命 命理服務 然後我就跑到他面前 那當然我不認識他啦 但是他會認得我 那 但是 我想在這裏跟大家說呢 呃 那 首先我 我都 不可以說經常的 Occasionally 都會去 呃 紅磡尖嘴的海盆那裡跑步的 對啦 但是anyways 或者就算在街上 其實有時候如果見到我 真的不妨跟我say個hi 我會是 我會 我會很開心 我會很感恩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呢 那首先因為我不是真人真 真人真面 那樣去跟大家 做服務的嘛 我從來都是搖他的嘛 但是 好像透過這個網絡力量 我和大家已經是熟了 那然後竟然 即是叫做 俠路相逢 竟然在世界真勢小 這樣都 有緣分被我們撞到呢 如果讓我去納克之番這件事呢 我會很感恩 我會覺得 很讚嘆 總之我會開心整天的 所以 其實如果你們在街上見到我呢 你們跟我say hi 就等於送禮物給我 你們就等於送了一個 經常開心的快樂給我 真的會make my day 所以大家 以後見到我 不需要 不需要 害怕 會嚇到暖男 或者會 不需要去 shy away 好 講起 撞到人 當然 這個客人是新的人 但是呢 又真的最近 半隨著現在的水溢水平 我真的撞到一個 燈火發誓是真的 我撞到一個小四到小六的同學的經驗 OK 但是我沒有特別相認 還有我們兩次都是逆方向跑 第一次的時候 大家都好像略略停了一停 看了兩秒 大家都記得大家 然後我都記得去誰 我就跟他say hi 啊 什麼什麼 但是呢 我就沒有久留了 何況我們都相反方向跑 我們就繼續相反方向跑 然後第二次我們都看到 都略略揮一揮手 就打個眼色就走了 對了 為什麼 我會這麼 好似冷酷無情呢 因為呢 其實我從其他的舊同學的口中 我知道他是 一個 藍到黑的人 OK 所以都 無謂跟他去catch up 而且 畢竟加上 以前跟他又不是特別friend 但是這件事情 就 當然符合了水翼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水翼會撞回舊的人 但是 但是 這次的水翼 你會撞回很多政見 跟你不一樣的人 或者有其他思想價值觀 跟你是有矛盾有衝突的人 為什麼呢 那看一看星圖 麻煩不需要你這裏的阿拉伯 數目至公位 也都不需要你左上角的 那個 Exact的時間 或者是時距 因為我只是 自在示範一下這裏的 Planet 恆星 在大概什麼星座 Zodiac Science 給大家看 好 現在水翼水平 我們看看 水平座自己本身發生什麼事情 那裏有土星 土星和金牛座的天王星 形成一個九十度四分之上 是不是 你們看回右下的那個Legends 總之 紅色線就是代表九十度 我們叫一個Square aspect 就是一個壓力 衝突的上位 好了 金牛座是講價值觀 然後水平座是更加講哪種的價值觀 因為這個世界可以有很多價值觀 愛情的價值觀 或者什麼都好 但原來水平座就是講這些 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人民權利追求 這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次的水翼 就是會碰很多一些 舊的人事物 而它是會和你的一些道德底線 或者你的一些Believe 那些追求是會 起到矛盾的 尤其是因為 我經常都說 土星和天王星同時都是水平座的主人 所以這一種 因為它現在就等於是自己的守護星 打自己的守護星 所以它的激烈程度是更加強的 怎樣說 好像是內裡窩裡鬥 有時是更欲緊過你外面被人打你 明白嗎 我打一個很奇怪的比喻 好像 如果我當你身體裡的癌細胞 你身體自己的細胞打細胞 那那個傷害性 有時是否會更大 我現在在外面兜巴生理 生理幾下 你最多是流血 你最多是瘀了 但如果你身體裡生癌 你的癌細胞打回自己的白血球 那你就更加難捱了 對不起 這個很奇怪的比喻 還有 因為說真的 有一句說話叫做什麼呢 拉丁文也有一句 Degus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就是說 在味道上的東西 你沒什麼好咬 你喜歡吃蘋果硬品品 我喜歡吃香蕉軟奶奶 或者你喜歡吃榴槤 我不喜歡吃芫荽 這些就算了 口味的東西有什麼好吵 但是去到這些道德理念的東西 是不是會更加肉緊 今次的水翼就是會 挖回這些課題 要你重新去反思 OK 或者是遇到一些 跟你有這些議題上的 conflict的人字物 這樣 OK 所以會解釋了 為什麼我會遇到那個同學 OK 那個會是一個顯例 但你們自己去留意一下 你們現在身邊 我肯定這次的水翼 你們會遇到這些課題 OK 好 同時講完 現在太陽座 神經病 太陽入水平座 在達半方向 OK 它就會一路順行進發 即是逆時深 由水平去相遇 現在水星說明是逆行 它就會向順時深方向進發 就是水平去摩蕉 因為 很有趣 尖星學 星如果全部順行 偏偏會逆時深行 行星順行就會逆時深行 OK 所以如果 現在水星逆行 它就會順時深行 OK 所以這兩件事 我怕我口快會說錯 但總之你們要記住這個項目 好了 什麼意思呢 日水兩星很快會相合 冷卖一塊 但是我想說 為什麼要批評一下太陽入水平座 因為我想說太陽在水平座 是一個最差最弊的位置 叫做落陷 Detriment 就是落陷 這兩個字 聽起來都不是吉利的東西 就是落了去 跌下去 那陷就是 陷人於不義 或者陷正的陷 OK 所以 所以 如果在世俗星星學 Mandain Astrology 我會告訴大家 接下來 這個世界 會有很多人 向一些 有權力者 會去 撼尾 曲耳奉迎 那些 陽奉陰為 或者進一些殘延 因為太陽是君主 水星是大神 就是那個宰相 OK 但是現在這個 太陽在水平是一個暴君 是一個昏君 然後 旁邊就有很多人 在給他一些 錯誤的訊息 OK 在世界上 會發生很多這樣的事情 還有你看到 有些地方的專家 經常說一些 非常之不專業 又殘酷 又冷血的意見 是吧 但是 在自己的身邊 尤其是如果你們是一些 權力人物 麻煩 所以 接下來很多資訊 不要聽一些片面之詞 尤其是一些你最信任的人 可能他有心 或者無意 會給予一些 錯誤 OK 所以這些事情要小心 還有 這裏就是水逆的Theme 經常我們都說 溝通失誤 或者一些錯誤的資料 一些事情搞錯了 OK 但是 因為這個 日陷 然後日水俠 在世俗占星星學 會有一個這樣的意義 就是 那些人真的 你當他有心無意 他就是給了一些 假的陰謀鬼 假的東西 去 get their way OK 好了 然後 還有 好 這個太陽 入水平 還未完 當你以為 水星慢慢去摩蠍座 然後 這個落陷的太陽 就慢慢去相遇了 逆時針方向 那就是他們兩個越走越遠 那就是 不會再入水俠 那就是 開始沒事了 但是 你也看到 其實 還有那個 土天四分 水平和金牛座 原來 當太陽座慢慢去摩蠍座 這個土天四分 它又會去攪串 那個Party 為什麼呢 我想說 因為這個 土天四分 其實他們現在 有一個 Difference 或者我們在天生學 叫做 容許到Orb 其實他們是相差了四度 就是他們兩個 不是形成一個 最完美的90度 因為現在 土星是在14度 然後天王星是在10度 就是相差了四度 是不是 但是當 太陽慢慢去 去 Approach 這個14度 土星 的時候 其實 不需要去到土星14度 它去到10度 它已經會率先 跟天金牛 4分 是不是 但是因為太陽有一個很強的引力 所以它已經會拉著土星入戰團 就日土合 然後一起去 去衝 這個四分 角力 這個天金牛 OK 大概明明我說什麼 不明白的話 你自己去replay一下 你去怕一下 OK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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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現在 就是土天正在打架 OK 但是他們這個 打仗呢 都還 差了一點點位置 他們那個 戰都不是射中大家 紅心的 好了 但是當這個太陽慢慢 去到 近土星的時候 然後呢 太陽 都還沒到土星身 他已經會射了之前 向天金牛那裡 然後太陽 就有一個很強的引力 他就會拉著土星 說 喂 你過來我 你走近一點 我這個位子 你這個位子 你才可以跟他射得之前 中他的心臟 那真的會加劇了這個激烈的衝突 大概明不明白這個比喻 你自己去visualize 自己去想想 還有說真的 如果你一向有聽我的星盤分析 或者你一向有去follow我 經常去聽我說尖聲那些東西 你應該會大概 得到什麼意思 所以 舊的學生 或者舊的朋友們 我不要叫大家學生 應該已經要有一個sense 但如果是新手的話 不要緊 我經常都說尖聲這些東西 你慢慢學的 你不需要特別去上一個course 或者去讀一本書 去浪費錢 慢慢去吸一下這些知識 那你就會慢慢有一個知識的掌進 還有 循序漸進 你不需要說一次過 讀很多東西 在那裏 質勢入腦 好 Anyways 所以 就會加深了那個 本來已經存在的天吐四分 那有關天吐四分 它會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在我以前的 塔子亂林星盤分析已經是講過的 好 但是 如果是倒閉這個水液 那我就會告訴大家 很多 很簡單 一些科技和儀器的東西 會出問題 尤其是 是跟金融科技有關的 即是那些 銀行系統 FPS 或者ATM 會壞 所以 我們見到這次這個 太陽 落陷 入水平 然後去慢慢 水平座 它會經常搞穿這個派對 OK 所以大家其實 需要 小心到什麼時候 我再說 我再說一次 大家 其實 原來這次 我首先講水星逆行 OK 就會持續到年初三 OK 然後 初四開始 就會慢慢停滯 然後就順行 就開始 逆時 有水平 走去相遇 去白羊 然後太陽 一直在水平座 就會直至到 年初 不再叫年初 總之 2月19日 20日 OK 所以 起碼 這兩個period overlap的時候 即是 短一點那個 即是去到年初三 大家都要小心 很多 濕製的事情 會是 不斷發生的 OK 那 所以 我想說 最近已經有什麼 是應驗了呢 我們可以看一看這裏的圖片 首先 在個人層面來說 有我自己 昨日 在1月19日 買 即是那個 六合彩買 不是說買錯 可能錯有錯著 不是 我也是叫買錯的 但我希望之後錯有錯著 OK 但因為 我是 第一次用app 去 即是HKJC的app 去買六合彩 然後 不是他們的系統出錯 但 是我的 Operation 程序出錯 因為我不知道 原來有些東西叫做買十期 但 其實不是我選擇 但我不知道 可能有什麼 或者 Deforce叫你買十期 那這些 程序失誤 便 認了水翼 是不是 剛好我是用app 我不是說自己親自去馬會 那就是電子零件 OK 那這些小小的失誤 大家都要小心 還有說真的 我 我 那個成本都是一百元 或者 Despite 我 扣除我本身 預期的十元 那就是九十元 我真的希望 給多這個HELLO九十元之後 會換來更加多的 真的 錯有錯著的財富 但 Anyways 這裏其實就是 水翼我們會見到的一些 小小的失誤 尤其是你跟一些科技 操作那些東西 但是如果大家 去到一些更加大的錢的時候 或者過數 不要過了給錯的人 諸如此類 那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小心的 然後同時今天 在1月20號就出了單這樣的新聞 那接下來又是會搞亂很多 即是學生 和家長的schedule 所以通通這些水翼的東西都開始 沒有出來的 所以祝大家 在水翼下的亂流平安